各位朋友大家好 我們今天來給大家 唸一個在網路上面 揭露下來一個 非常有文采的文華兇邪 那麼他是 請問總統先生 2011年10月24號 15點01分 馬英九就任總統快 借一任任期 馬英九也宣稱 尋求連任 但就四年前馬英九 出參選時所 提的證件與承諾 提出質疑 第一針對馬英九 擁有美國永久居留權 就是俗稱 綠卡儀式 全國皆知馬英九先生 於美國求學間曾經申請 美國永久居留權 俗稱綠卡 馬英九先生後來的回答 就是一句自動失效 作為唐塞他人 質疑的理由 但同時間 卻有周錫瑋 須填 I407表格是能證明其放棄之諷 這是諷刺的諷 一指I407表格即可 杜悠悠眾口 而不是嗎 那維基解密中 史任美國在台協會AIT 台北辦事處 楊舒立表示 蓋瓜的說 涉及綠卡效力的事 都是複雜的 若是失效優惠 是複雜的呢 奉勸馬英九先生 誠實是最佳的政策 這是第一 那我進來給大家講一下 這個事情其實為什麼很簡單呢 好 那麼我呢 在美國跟美國老婆結婚 正是一個老外 我們可以從這個地方看到 那這個是我的 Social Drivers License 然後這個是他的Social Security Card OK 然後呢 這個是我們的Marriage Certificate 就是我們兩個人結婚的一個證明 好 那這個是我們共同報稅的一個證明 也就是說我們兩個人共同報稅 這是2003年的部分 那上面有寫這個我的名字 跟我老婆的名字 OK 那麼 也就是說呢 這很多文件太複雜了 不講給你們聽 但這都是事實 也就是說呢 如果我的老婆是美國人 那麼我請問一下我的綠卡 如果我很久沒有回去 她會不會失效 我請問一下 就於人道立場 美國很講這些 我請問一下 我可不可以回去 我可不可以重新再辦綠卡 如果失效的話 我可不可以再辦 當然可以嘛 因為我有這個身份 OK 那麼 我們來看一下這個維基百科 維基百科的部分是這樣子 我們來看一下 從最上面這地方 Permanent Residence United States 也就是說 就是永久的居留權 OK 他說 United States law for permanent residency refers to a person's immigration status The person is authorized to live and work in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on a permanent basis 也就是說 也就是說 美國的 美國的 就是說 在法律上 有效長期的居住呢 是指一個人的 這個叫什麼 移民的 移民的 狀態 Status The person is authorized to live and work in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on a permanent basis 就是說這個人呢 他 他是怎麼樣 被授權 live and work 就是在那邊工作 還有那個 然後在 工作 在哪裡 on a permanent basis 就是說 永久的這個基礎上 OK 那他下面當然講了很多 這個 有的沒的規定 但是最重要的是這一點 我給大家看一下 這個是 維基百科上面的一個定義 好 我們來看一下 Family sponsor 也就是說 IR 就是immediate relative opposite sex spouse 就是說 異性的 婚姻的 伴侶 然後 minor children and parents 就是說小孩子 或者是說什麼 家長 of U.S. citizens 我想請問各位一下 如果說你的 兒女有 有這個 公民的話 你是不是馬上就有 綠卡 這件事 這是非常肯定 也就是說 a U.S. citizen must be at least 21 years of age in order to sponsor his or her parents 那也就是說 你只要21歲以上的話 那是不是就可以了 那所以呢 各位 我想問你一下 他在這邊還講到 I'm married 就是說如果沒有結婚的話呢 他說 Or married to a same sex spouse 或是說跟那個 同性的結婚 Sons and daughters 然後他們的 那個 叫做 兒女 然後也是 21歲以上 但是又是 U.S. citizens 也可以過去 就是已經講到 就是同性的部分 在最後就是說 然後再講到 然後再講到 Opposite sex spouse and minor children 對對對 不這樣 就是也就是說 也是再講到 這個 就是異性的婚姻 還有小孩子 這是有很多種 那麼 好 再來是下面就是跟 尼佛耶文的關係 好 我們把燈開起來 我繼續來念這一段 好 那麼這個部分呢 我們可以從 維基百科這裡面看到 是非常清楚的 就是說 這個 你OK嗎 好 非常清楚知道 就是說 馬英九他的綠卡 為什麼 因為他兩個女兒是公民的話 那麼再來 這一篇這個網誌 第二 他說台灣未來的前途 究竟由誰可以決定 2008年馬英九參加總統大選時 曾提出台灣未來前途 由台灣兩千三百萬人 台灣萬人決定 但是2011年 於國民黨全代會中 馬英九先生在其參選演說 又提出台灣的未來 不是任何總統可以自行決定 一定要有台灣兩千三百萬人民 依據中華民國憲法來決定 在連任之際 馬英九總統顯然提出兩種前後矛盾的主張 請問這部中華民國憲法中的人民 有否包含您口中常說的中國大陸人民呢 這個東西 我覺得不可思議 因為請問一下台灣有沒有自己的軍隊 有沒有自己的政府 有沒有自己的人民 那麼他請問一下 是不是一個主權 那請問一下 你要簽和平協定 不是需要大家通通來統一嗎 不是這樣 這不是一個很簡單的道理嗎 有你說了算嗎 是怎麼回事 再來第三 與中華人民共和國的談判奮奮計為何 2008年馬英九先生 先生參選時曾說過 中共不撤飛彈就不談判 但是 ECFA也簽訂了 現在又提出 與中國洽簽和平協議 而中國瞄準台灣的導彈 卻是由馬總統上任時的1328枚 逐年增加至現在的近1900多枚 這意味著中國並不應 馬總統的外交修兵與兩岸交流頻繁而降低 對台灣併吞的企圖 馬總統欲求連任 有必要對中國這種拿槍逼上 談判桌的模式 做出清楚並明確的態度 台灣人民絕不接受這種 卑躬屈膝式的假和平 各位台灣呢 是這麼努力才得來的一個民主 真民主 你們就一定要用選票 來拉下這些道貌黯然 前面說一套做一套的人 為什麼 因為我想請問一下 我們這個是亞洲的第一個共和國 現在還叫中華民國 那以後呢 小英上了以後 我們可以要改幹嘛 我們自己來決定 那請問一下 那你大陸不友善的話 你不撤飛彈的話 請問一下馬先生 你跟人家談什麼和平協定呢 你就是說為了選舉 隨便可以說嗎 是這樣嗎 然後再來我對這個馬金的關係 覺得實在是 他們現在都叫什麼密友 然後我覺得馬金的關係 我就覺得很奇怪 到底是怎麼回事 為什麼不是馬 馬英九跟這個白 就是 大家所說的白 白賊 為什麼不是說 沒有什麼正統性呢 搞到最後就是說 整個國家在選舉 我就搞不懂 然後又再加上一些什麼 如果說 亂七八糟的小兵 好像沒有人呢 六年二班跟我一樣 然後講話呢 就根本沒有邏輯 就是在辯護 詭辯 亂七八糟的講 講到自己暈頭轉向 然後人家在問他的時候 他也就是說 自己都傻掉了 然後要不就是出來一個 什麼中常會 幹嘛的 說什麼 馬英九 說翱翔天空 然後呢 什麼什麼 我覺得 難道 為什麼這些 中國最不好的東西 通通都跑來台灣 然後還 這場戲還演得 有夠爛 演到 你們有在 關注民生 年輕人的未來嗎 我為什麼來 反馬很簡單 太爛了 就這樣 今天先講到這邊 OK 然後也感謝這個文化 文化的文章 文采非常好 我自己做不到 但是我會 我可以錄影 我可以 命用我的資源 來幫台灣 走出自己的民主路 OK好 拜拜